我们先从这个历史性的来讲 这冠状病毒 比方说这个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 我们是比较肯定说 它的这个免疫力持续 就是六个月到十二 不超过十二个月 但是呢 2003年的SARS的话 就有人在15年以后 还能够查到这个有效的抗体 所以呢 我们目前的冠状病毒 资料表明有两种说法 就是中国的一些报道 和这个美国UCLA 这个大学的报道 就是说在了两个月以后 在一些比较轻症的一些病人呢 它这个抗体就消失得很快 但是呢 冰岛它的一些资料 还有呢 最新的这个美国的Arizona大学 它的研究 它表明说在五个月以后呢 这个抗体还仍然有相关的 还可观的水平 所以目前这个 还不是非常定论的问题 所以呢 这方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